黨政焦點帶您來聚焦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打宣傳空戰 繼續強攻年輕網絡族群 在今天IG推出了五款濾鏡特效 除了有挺臺灣的字樣 還有美極功能 邀請大家拍攝創意短影音玩特效 就可以獲得賴嗓準備的小禮物 要吸引年輕人目光 另外賴清德今天也繼續跟立委參選人們合體 拍攝第二波的宣傳照 各種創意道具跟post 當然不能少 1 2 3 賴清德在與立委參選人們合體拍攝宣傳照 早就誡親就熟 上回有人戴貓 林靜英則是戴了狗狗助陣 貓派狗派都不放過 賴清德也換了西裝和飛行外套 兩種穿搭展現不同風格 台中立委們都到齊 賴清德曾宣示八席全上決心 不過這回有藍白河還有郭台銘 一番藍勢力早局 中部選情不太樂觀 你說什麼怎麼合怎麼合 到現在民眾其實都還看不太清楚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早就是大步向前走了 上一次選舉我們選得不好選得很辛苦 那我們現在還是戰戰進進 不過我們有信心 期盼賴清德能發揮母機戴手機威力憑2024大選 而除了拍宣傳照 打空戰 還有新招 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 經營社群瞄準年輕族群 團隊積極剪輯短影音 要讓大家看到不一樣的賴桑 賴清德近伴在IG推出了五款濾鏡特色 上頭除了有挺台灣2024 還有台灣異相插圖 很多人在意的美肌功能也沒少 我們正式的推出的是LINE TALK的濾鏡 我們會在8月15號之前選出最有創意 前三名並且送上一份小禮物 請大家都來試試看 推濾鏡辦比賽 賴清德親自下達軍令大打社群戰 要融入年輕人生活努力拓展票源 記者凌晨傑黃平凜 楊躍達 台報道